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这个时代当然要付钱 要藏云记实 其实这些虚妄之事 我觉得是安侯人心多些 你说生前应该孝顺 死后做给别人看 我想说这句说话 朋友可能 他爸爸妈妈上载 生前孝顺当然要 是基础 但是死后 你们如果想有这个 或者我自己是 我不行 你要叫我老母 位都没有过 说杀灰 我有些朋友都是杀灰 我有些亲戚都是杀灰 我不行 我自己是不行的 我家里有个位置之余 例如这个星期 终于解封 黄俊sir 我都会 煮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和他聊聊天 你说是安哪个心 至于说火烧了 就没了魂魄 又不是的 其实那个诗 半诗魂 无论是佛道教 都仍然在墓碑里面 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我儿子 曾经说他见到爷爷 有一晚回来 说要去投胎 但是 几年之后 他死了 我想是三几年后 但是 我另外有道教的朋友 就是 我不说谁 他请上来 他是道士 他说他没那么快走 没那么快 他想那么快 几年走 好了 这些东西永远都是 就是 就是六合之外的东西 不可思 不可疑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真是奇怪 我们小孙看一张照片 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以前到现在 我没有真的 我不会去判断一些东西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阿基哥 和王清夏 好人啊 就是未出事之前 当然这张图有点批 但是毕竟 就是 精神斗手 是吧 好了 今天 他去探订一下王清夏 给记者访问 我看看下张照片 老实说 你的眉都不搞下去 是吧 于是乎 就更加令我觉得 是否一场戏 有人敢说 好 回来 王清夏 是骗子 无可疑问的 如果不是 就不用 现在在抛 就加多一条罪 好了 但是 李隆基 会不会因为 明知那么多东西 他有那么多东西 而继续爱他呢 比如 除了这些之外 这些之外 原来他之前这么吵架的生活 借钱进人家里 酒店 被人追债 似乎都是一个 不是那么纯洁的女孩 都可以的 李隆基仍然可以 你可以真心爱他 你可以说他是昂咎 但是记住 OK 如果爱 他是昂咎的 我宁愿昂咎 我不要对 If love you is wrong 这么弱 I don't need right 就是这样 不是的 大哥 迷了 阿正 你有没有迷过一个人 问心一句 迷了的时候 明知是坐在那里 迷下去 很少那么黏迷迷 有的 那我们 你这种迷呢 老实说 这种迷 当时当然是痛苦 但是回忆到你年纪越大 你这些 这样的迷越来越少的时候 反而我怀念 当日你可以这么迷一个人 现在老实说 现在再出现一个 更好条件的女人 身材更好 样貌更好 性格更好 难述 而不是跟你更加有精神 沟通到也好 你是不是能够这么无条件 这样投入到呢 都难说 当然了 不是控制到 你要投入 你想不投入 我结束分析 我不可以投入 都可能会投入了 不过有很多沉船的人都 都痴迷迷 是的 那些是痴迷迷 OK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这样太少 我也觉得他还有30% 我认为 有30%的机会 他仍然很爱这个 很爱这个力青客 嗯 老实说 最痛的痛 也未必是流眼泪 表达到 最痛的痛 你了 已经是 你了 你想哭 哭不出 所以我觉得 老实说 他可以有很多事情做 譬如 如果他说 原来他这样骗够我 我真是 你了 你了 那些网友拍烂手枕 为什么要做 他要做给谁看 这个痴情看 是的 所以他有可能 我认为他还有三成的机会 老实说 这件事大家试过 李隆基未婚妻 被控为取得入境证 而作出虚假陈述 我真是想 其实我真是想 了解一下 这些真是 真是专才高才 有多少个是这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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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专才都不想知道 对不对 如果真是专才 就不用人告 对不对 好了 案件 4月16日 在沙庭裁判处提堂 OK 就是今天 李隆基督到庭厅审 控方在庭上申请 加控被告 第七条罪名 就是违反逗留条件 期间接受工作 他有做过什么呢 老老实实说 所以你说 你如果一早知道是这样 邓炳强 那种人等 那个人不会接受 那些画作的 他做过什么工作呢 其实真是不知道 接客人 真是不知道 所以我用这件事 引申回 当时 大家记不记得 蔡天凤那件事 又说 吃水好心 又说和谁拍照 会讲真 他如果知道 就不会和你拍照 只会拍照 就会拍照 就不会像狼狗狗那样 好了 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 到5月28日再讯 被告继仲幻 李隆基说 他今天穿了紫色衣 容易是希望 力皇清下人案 便容易识别自己 碰上一头紫色的 老实说 第一 你就是学你所说 你白头发掩一执 紫色好像之前那样 粉红色或者紫色 真是容易认 今天他的紫色衣 其实不是很紫的 我觉得 今天为什么不穿那些 那些 那些裏板衣 什么什么 什么 什么 啪哒哒 好了 李隆基离开法庭的时候 被问到 喂 为什么穿紫色衣服 听审啊 是不是想别人容易认你 再看一次张照片 他这件衣服 不知道我的照片是什么 看一次张照片 他真的其实 不是很outstanding 不是很出 这件紫色 他平时那件 紫色西装做什么 对不对 他平时 随便一件 屌你都不可以 这件都不太出 这件都不太出 还是相机 你起码好像那个咪牌 对啊 那你就容易唱 对啊 对不对 好了 他的VL袋呢 基哥 不断喘气 激动落泪 喘气 我屌你老婆 是啊 我让他见到我 让他 让他 让他安心点啊 情绪 情绪中一度失控 哈哈哈 需要记者在重旁安慰 哈哈哈 李隆基 布出法院 继续接受访问 说 刚才 他在庭上见到我 其实 他每天 他都要见一见我 这两个几月 我每天都会去见他 除了我去廣州做事 那几日之外 我每天都会去探望他 都是想他安心 因为 因为 由此都看到那些报道 说我不要去啊 我要给他知道 我不会不要去啊 我真的没有看到那些报道 说李隆基 要不要去啊 我真的没有看到那些报道 我看不到的 其实 他哪里看回来 不是 我是不会看你的报道 你搞不懂你 要你 我对灯火发誓 我跟他说 我不会的 我叫他不要看别人的东西 那些乱死了 我是不会变的 我说 我不会变的 现在 我给律师搞了 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给律师搞 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那我 最后的结果就是 罪成 遣返 错监 他的痴情形象 嗯 但他都不是故这些形象 所以我其实 我都是有三成觉得他可能是真心的 可能他真的是沉了他 是迷迷的 喂 屌你了我是 如果爱你是错 我不要对 歌仔就能唱 不知有手 好像有这样的英文过 if I love you is wrong I don't know why everything is wrong 但是这次是 Anyway 一生不变 不是 李隆基自己都唱 但是李隆基那时之间 又想不起他有什么歌 嘉廉正 因为意大利计计师 他是个龙虾 够长了 老实实说 那件事真的很好笑 就是 这只龙虾掛在任何人 或者那些figure好些 嘉廉姐都不是 虽然年纪大 但是 硬它掛在那里 真的很难顶 就是有些土味 真的不知道 但其实我想 如果这些设计多两遇 就算你掛一个很高跳 十八二十二 西方女性 都是狠狠 虎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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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不要笑他们 他们不要做商人害你的事 是啊 我不是笑他们 所以 但是这些大片子 那些鸡棚 幸好早被人踢爆 所以我是坚持说 其實都是有些 不是完全没有商人害 犯法就是犯法 我是坚持说 李隆基是可以继续喜欢他 就是 不一定是说 老实说 那个人就骗他钱而已 喂 我要再说一句 王青夏 我也不排除 他可以 真的在这一刻 是喜欢李隆基 有些 不奇怪的 当然他的目的很清楚 但是不奇怪的 就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 好了 那方建仪呢 大家知道哪个方建仪呢 是的 那原来呢 去年呢 就已经在大阪 买了一间 三百尺的房间 一厅作文宿用 那我们有很多网友 应该有些网友 都在进行着这个动作 我有机会呢 我都会买回一间的 那甚至乎呢 我现在在考虑着 即是上次见 南寿朗 既然都不是那么难的话 我是不是都考虑 可以移民日本 那我可以和朝伟 和伊建 那我们成为香港 新封陈三峡 哇 朝鞋加伊建加利 鄭伊建 是 梁朝伟 马建賢 那我 我也不会太实例啊 我三个 我做三弟啊 我真是惨啊 张飞啊 我做三弟啊 屠元结义啊 我真的变成张飞啊 梁朝伟最大 排第二 鄭伊建 其实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在日本住呢 除了一种威徒之外 不要计 只要见一条女的 一时又不太觉 如果演艺人 多数是马拉 加拿大 泰国都有 大J 有些算不算 大J 算不算 他在日本吗 当然啦 现在要四大金刚 变成了 大阪Andy哥那些很多 那些人不算 大阪 我去到的时候 我就叫大阪啤梨哥 好啊 好啊 我去到 蒙周啤梨哥 好 蒙围啤梨哥 好啦 喂 那他呢 找了个三百尺放了厅的民宿 放租的时候 三百尺 看看位置哪里 一百万左右 可能不用 也都用度假之用 四月初 他和老公去京都 一泊两食 大家知道一泊两食 其实京都呢 我是嫌去的 阿静你去过我都去过 嗯 我反而嫌去 有些太多游客 其实京都真的去不嫌 还有太多劣质游客 没错 其实水主 我看上海 劣质游客 其他游客 我没问题 是的 如果不是京都 我觉得可以去很多次 看庙有时间 你不是只看那个什么 庙出名的 行上山的 金角子 清水寺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 很多的 天桥 我每次駕駛车 基本上在下面 慢慢走上去 看看风景 纪念品那些 都不看了 其实就很放鬆 但太多人 真的太多人 好了 他就隔着玻璃 他说见到 在酒店用餐的时候 隔着玻璃 就见到 竟然有一男一女 是 在樱花树下 不停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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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制造那些樱花 落花 那就漂亮一点 中柱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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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其实不止中柱间 在大陆 大陆都有些地方很樱花 都是这样 是 都是这样 好了 好了 那 那 因爲他们想 拍下那些樱花 那些樱花飘 那些景色 那 那当然那些网民 就说 很 武功得深 那 老实说 这些是要教的 就是 如果那些夏子上头 就说 譬如 我们先看那些照片 大家猜一下 他没有说是什麽人 什麽国家 大家猜一下 凭他的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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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动作 他的肚美 是吧 可能是名牌的 再去 看一张 吵你了好不好 真是老实说 这个绝对 大家看就知道 我先回来 其实近年旅行 基本上我照片都不拍 为什麽呢 在这裏 拍完 放了一个手机 或者 相片又不浪费 浪费了出来 过多十年 二十年 我走掉的时候 又用我儿子去处理 其实 我都放在那裏 我上次都不拍 美景 就在心中 好了 你要拍 也不是那样 那样 我相信 这些 片段 出了去的话 在网络世界 我现在不讲香港 我相信在祖国 我们伟大祖国里面 都肯定会有很多 网民认为 这一对男女是不对的 我相信 OK 不会少 一定是大部分认为 他们不对 但一定也有少量部分人 会出来说 老女老母 为什么不能扔 日本人 甚至乎 拉扯到那裏 那些 这些 一粒老鼠屎 什麽都好 其实 我觉得应该要教的 譬如现在国家 又说什麽 新质生产 又说什麽 要换过所有东西 那麽多东西 你这些 精神文明 你是要教的 如果 新加坡以前是这样 有失礼 有失体统 是回来佛获力劲的 应该要这样 那你便会学到 而不是 甚至乎 还会有一班小粉红来支持你 结果搞到你 黑格人争 站起来 就是 有很多方法 很多样 除了你的经济实力以外 你站起来 都有很多种体验 要不然你再有钱都死了 你想你这一刻 黑格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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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正爱国 老老实实说 好了 这一单 不知道大家不要留意 北京半马拉松 做马涉嫌做马 按一个长话短说 首先 参赛者 有我们中国的马拉松王子 马拉松记录保持者 何杰 有这么多参赛者 试完是怎样发生呢 去到中点三几百米 有三个非洲 应该是Canada 狠亚的选手 跑手 正在跑 当中有一个叫做Willy Mengert Willy 不要读了 不懂怎样读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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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 MNAN 不读过M音 NANGER 不懂怎样读 Willy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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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傑 used to be, went to Kenya, ok, 所以 we become friends, 不過這件事在大陸入面, 運動界和網絡界都說, 哇,你老母,沒有什麼,這樣都行, 你fans money, 你fans money, 於是何傑就改變說法, 說,哎呀,我們不是來參賽的, 我們是配束員, 什麼叫配束員呢,其實我玩sport, 但我不會跑場跑,也很少看, 但我估計到配束員就不是正式的參賽者, 可能是做步速給運動員, 那是否可以在參賽裏面有配束員呢, 在正式比賽裏面,我不知道, 我當是, 但如果是配束員的話, 就那個步, 就不應該是有參賽那個號碼的, 即是有跑心號碼, 就應該是, 你可能寫著, 不知道有什麼事, 即是說, 一個錯不出奇, 三個都這麼錯? 好,慢著, 好了, 那於是, 記者就問一下, 你老母, 你們是配束員嗎? 之前就說, yes, yes, he is my friend, 開頭, 六個小時後就轉口了, 即是為什麼呢? 因為不對勁, 就說, 不是, 其實我們是配束員, 記者就問, 那為什麼你們的號碼, 不是配束員那些報號的, 而是運動參賽者的, 當然不回答, 跟著就問, 特報服裝, 特報服裝, 即是, 我想特報我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贊助你的服裝, 的負責人, 就回覆, 內地記者查詢, 內地記者都覺得, 勾頭就說, 呃, 呃, 我們現在在查, 老實說, 如果你是做配束員, 你或者, 還是你是做參賽者, 你們是會跟, 贊助那些, 就是,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 世界級的跑手來的, 贊助你們的特報服裝廣, 喂, 我們這次做配束員, 你的報號就麻煩你做配束, 你, 他都答不到, 說要去了解, 而且, 我明白了, 你說他不是盲的, 你盲就說有些, 有些, 搞完, 或者你遮傷殘, 是啊, 你正常的運動員, 還有三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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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家明白了, 我不知道, 半馬這些正式賽事, 是否可以容許有配束, 就算有, 就一個, 就算有, 就算有, 沒有一個, 都應該是沒有參賽號碼的, 嗯, 大家知道什麼事, 如果我十個配束員, 我擋住所有人就可以了, 就算多了, 好了, 阿威妮接受BBC的體育頻道訪問, 好了, 今次呢, 被指, 專門讓賽給何傑的三名非洲, 跑手, 其實, 全部都是配束員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呢, 今次簽了約的, 是來幫助何傑, 打破一個, 兩分三十三的中國半馬紀錄, 啊, 不過, 有一個人, 他們有四個人, 有一個人呢, 就完成不到賽事, 啊, 何傑最終都打破不了紀錄, 喂, 首先這樣說, 喂, 如果是這樣, 是幫助他打破紀錄的, 不是參賽者的, 那這個真是很大的錯誤, 你那個參賽, 參賽的報號, 啊, 好了, 他又說, 今次呢, 我們來這個, 啊, 比賽呢, 不是為了競賽的, 對我們來講, 啊, 啊, 我都不知為什麼他們會把我的名, 放在報號上面, 我們, 工作是為他配束幫助他, 不過打破不了紀錄, 很不幸, 喂, 如果是這樣, 你們一早就要見到的, 參賽者的, 好了, 但是, 你們這樣講還不這樣講, 世界田徑總會就說, 喂, 注意到這條片了, 現在正在了解中, 和調查中, 這個是關乎運動的誠信, 對世界田徑總會來說, 也是最優先的事項, 現在呢, 國際形勢這樣的時候, 這些小小事呢, 又不會發酵到很大的, 但是, 給人家民眾看見, 就更加難看了, 又何傑, 又了紫陽, 是吧, 好了, 何傑就說, 喂, 我是受害者, 我不需要這個冠軍證明自己的, 他這樣某程度也是說得對, 因為, 他本身, 其實之前很多, 馬拉松是冠軍, 中國幾個保持者, 但是, 如果你不需要一個冠軍, 那為什麼他們要, 這樣那樣放慢了, 難拿著其他人, 然後讓你去跑呢, 上來呢, 反正都破不了紀錄了, 是吧, 如果不是的, 你不是, 一早就說, 今次的目標呢, 我們, 何傑, 我們有三個倍速元, 就是希望協助去破到紀錄, 就不當是參賽夜, 就是我把頭都拘捕了, 好了, 這件事, 好兩軍動, 很快講, 我們首先看照片, 這個45歲的女人, 她是泰國的一個女政客, 現在45歲呢, 今時今日就不是年紀太大, 這個是她的, Wincent's photo, 不是很久的照片, 當然, 可能有P圖, OK, 但是45歲呢, 其實你維持, 現在肯維持, 老實說, 這一個人是, 我們純粹看照片, still eatable, OK, 看第二張, 我們在某些位置裏面, 其實是看到它, 當然有些農莊, OK, 亦都有些年紀, 但是, 老實說, 我差那麼遠的照片, 但是, 你貼不貼, 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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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右邊的張是看得老, 但是, 這一輯照片呢, 穿著這條衣服, 其他照片, 我想你看過, 有很多人拍得很漂亮, 這張拍得老一點, 但是, OK, OK, 好了, 再下一張, 大嘴喔, 這個呢, 它是casual, OK, 45歲的女政客, 還有, 他們的樣子, 這個樣子, 24歲, 哇, 這個24歲, 你如果問我呢, 我會覺得, 45歲的和尚, 還有24歲的女子, 就更像些, 但是, Anyway, OK, it a lot, 一定的, 無可疑問的, 無可否認的, 回來, 事實上, 各位網友, 我相信很多網友去尋歡的時候, 特別是, 是, 之前要重開關, 之後, 譬如, 妙街, 泰國妹, 150,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妙街有泰國妹, 150,200元,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吧, 或者, 一般馬拉, 其實是泰國妹為主, 300, 300, 350, 其實有很多都可能, 有很多都可能, 是那麼一年多, 或者是大了, 你不知道, 是吧, 你不知道的, 所以首先我覺得都不需要再問了 有些人你不適合或是道德高尚的 就算現在不要說45歲 20歲都不領域的 堅決不領域的 老實說我是不信的 我現在不是要你領域的 是說如果要你領域 你領域不領域的 大家講清楚 領域這個字 就是我們的造字 是吃白狼 就不可能跟我扮高尚 我見到網友 或者一些女人說我老公不會去滾 我男朋友不會去 我真的想作嘔 我真的想嘔 一個人自欺欺人到這樣 可以 即23條很偉大 國安法很偉大 我男朋友不會去滾 你真是瘋狂的 好了 話說 泰國傳媒報道 泰國北部素可泰府 有一個都頗有人氣的女政客 就是剛才這一個 為什麼有人氣呢 其實政客 即如果這個女人不是政客 她不會很特別 一個保持得挺好的45歲女人 有時候要放在身份上就是特別了 你知道 譚慧珠有很多政客 全世界各地都 好了 上個月給她64歲的老公逐姦在床 64歲的老公都很大 and that's why you understand what had happened OK 愛的對象 不是誰 竟然是他們 不久前才修養的養子 就是24歲的和尚 老公最後把這段竹間影片公諸於世 報道說 今年2月民主黨女政客 papa papa pop kai wadang OK 好厲害 好難見喔 我的泰文真的 kapapa papa pp kai wadang 跟老公在清邁一間寺廟收養的僧侶叫做 馬哈 柏馬哈 我想好像有些傳統的供養和尚 但是收養做兒子就真是奇怪 據說當時是這個 極力勸說之下 老公是不肯的 老公才決定這樣 就收養這個柏馬哈 柏馬哈 但是去老公的時候發覺 咦 你老婆 為什麼老婆經常和兒子單獨在房間裏 甚至還鎖門 她每次都說 他們在裏面祈福 不想被打擾 所以才鎖門 好了 其後她老公慢慢發現 她老婆經常會半夜 兩三點走到廟裡 最後有朋友跟她說 喂 你知不知你老婆 一後你不在泰國 一出差 吵你老母 就經常和她的阿伯麥哈一起 吵你老母 於是乎 上個月她老公 六十四歲的老公 三月二二日後 凌晨 開了總頭車 專門回家 求我明白 但是 她還未進房間 就已經看到 房門口外面 有件袈裟 還未知有袈裟 其實在這一剎那裡 你進不進房間呢 即是如果 即是如果 拍下去呢 入房呢 就遇到沒有老婆 好 OK 那 當然她六十四歲 這個四十五歲 嫁給她 是為什麽 大家都可能是一個功利婚姻 是為什麽 吵你老母 臭氣 吵架 她一進去 推開一門 吵你老母 看見老婆 蓋了一張屁 撞完肩膊是 沒着衣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吵你老公 你回來了 然後 臭氣 就龍起一塊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然後吵你老母 一竭氣 就見了 彭馬蝦 黃神禮蝦 全兩個全我 她老婆說 當時她老敲 你們現在很幸福 因為老婆說祈福 現在很幸福 她老婆說 老公 是因為 不是她老婆 她的樣子彭馬蝦說 是因為廟沒有水 我才來這裡 不是 來這裡洗澡 她們兩個強調清白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只不過去洗完澡 祈福的時候兩個全我 聽見你進來 怕你誤會 所以就捐入 屁埔裡面 事件曝光之後 被政黨停職調查 而彭馬蝦 也因為違反佛教僧侶 不能夠和女性單獨相處 不過她沒有受佛 因為她已經穿了草 不知道她去哪裡 老實說 45歲 她老公說我四歲 不是 未必可以飽 明的 三十餘狼 四十次苦 都明的 但是你說 如果她那間寺廟 看到那些 力碎的老公 會收養她 因為為什麼 跟她屌欺可以 這樣我不信的 不會在那一刻發生的 一定在她們之前已經有些醫癒 於是 會更加方便 不如這樣 但是 如果之前有些醫癒 那為什麼要你老公收養她呢 為什麼呢 你不就繼續醫癒 你不收養她這件事情 你都可以繼續做 為什麼要收養她呢 難道真的就在廟裡面 拜神的時候 拜拜一下 我那裡唸佛 你見到那個和尚 這樣 這樣 很難說 Anyway 乾柴就烈火 這樣就很容易 是吧 你問我 你說如果 有個新鮮感的 不用戴套 老實說 你問我 我真的很難說 其實我不太明白 那些人怎麼會沉 他們更漂亮 你就 都會厭 我們又不理 We are human beings 不要說我們 比較尷尬 比如問Operator 他正常來說 三次四次 什麼都什麼 是吧 他說要看什麼時間 我覺得三次四次就悶了 怎麼都 但是很怪 我不是說我 我沒有這些經驗 但是很怪 你給了一條女 你悶了 兩三次悶了 但是不知為什麼 你明明悶的 你想一下 譬如你那時候 過了半年幾個月 突然想一下 想一下 你又刺激一下 好像很久 其實都悶了 好像很久沒有找我 又會找一下 又會覺得 簡單給我翻出 真的很怪 OK 好 聖陀佛 休息一會 好 有機會 我可以再說 了 可以 , 感谢观看